丈夫老王把全家人杀掉,尸体被抛进了深井里,按照现场来看,这里也被人开过谈做过巫术,警方把尸体捞出,与上次不同的是凶手老王不见了。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大壮再次找到了桑彪,为了救女儿想彻底把日本人杀掉,桑彪答应了,但要一千万韩元的报酬,大壮别无选择,只能答应。 却不知道,桑彪的穿着也像一个日本人。 晚上,桑彪开始在外面举行仪式,但日本人也感觉到了什么,也开始举行了一些仪式。 他们的女儿在房子里看起来很痛苦,桑彪和日本人隔空斗法非常激烈。 最后,桑彪在木雕上钉下致命的钉子,日本人明显受到重创,口吐鲜血爬了出去,但此时,女儿的身体也开始扭曲。 大壮担心女儿也会命丧黄泉,于是赶紧出来打断桑彪的做法,大喊着让桑彪等人滚出去。 桑彪一脸猛递,而另一边的日本人也从死亡的边缘爬了下来,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。 最后,她的女儿被送往医院,但此时的情况并不乐观。 大壮心里总是有顾虑,于是第二天一大早,就叫上兄弟们带着家伙上山解决掉日本人。 然而,当他们来到时,日本人已经消失了,房子里只剩下一些乌鸦的尸体,但就在这时,失踪的老王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。 这时,她就像一举行尸走路,看到人就扑上去要两口,人们不得不反击。 但她似乎不怕任何东西,甚至把铁爪插到她头上,她的身体依然可以活动。 最后还是身体扭曲自己暴毙倒在地上。 这时身后传来动静,大壮发现日本人正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切,大壮站起来追了上去。 当追逐到悬崖边时,日本人突然就消失了,大壮躺在地上崩溃了。 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救她的女儿。 事实上,日本人只是摔倒在悬崖下躲起来,处于他们的视角盲区。 她也很高兴自己没有被发现,但这时,背后传来一声动静。 回头一看,村里神秘的女人没穿裤子正盯着她。 另一边的大壮大人准备开车回家,而日本人则在另一边追着没穿裤子。 突然,大壮车前有东西掉了下来,撞到了车上。 人们迅速下车检查,原来是逃跑的日本人。 虽然人们看起来很困惑,但目的终于完成了。 他们一起把日本人的尸体扔到山脚下,山上的女人平静地看着这一切。 而另一边的丧彪在补挂中也感觉到了这一切。 大壮解决了日本人,回到了医院。 果然,她的女儿恢复了正常,农包开始消腿,妇女相拥痛哭,仿佛这一切终于得到了完美的解决。 但没想到的是,案件还在继续发生,受害这竟然是她的同事。 日本人不是死了吗? 这时丧彪打电话给大壮,大壮拒绝接听她的电话。 这让丧彪很生气,所以她开车到大壮家。 但刚下车,鼻子开始流出大量的鼻血。 这是在屋内走出一个白衣女子,此人正是没穿裤子。 她问丧彪为什么要来村子,叫她赶紧滚蛋。 丧彪直接吓得连滚带爬的逃走了,回家后连夜带着所有的财产准备开车逃跑。 然而,当汽车开到一半时,无数只飞蛾撞击着挡风玻璃,使她无法前进。 她迅速逃离了汽车,但突然,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所以她决定回到村子。 打电话给大壮,说自己算错了卦象,村里真正的魔鬼试穿白衣女人,日本人是保护村民的无尸。 大壮听了瞬间猛逼,丧彪让她赶紧回家看着女儿。 大壮听后赶紧跑回家,发现女儿真的不见了。 她开始在村子里四处寻找,却发现了藏在角落里的白衣女人。 大壮问女儿去了哪里,女人说她已经回家了。 大壮听后转身想走,但白衣女人却阻止了她。 她说如果现在回去,全家都会被惨死。 女人还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鬼,她已经在大壮家里设下了陷阱。 鸡叫三生后,恶魔就会落网,这样才能拯救村里的人。 大壮心里开始挣扎,她一时不知道该相信谁。 她问女人到底是谁,女人却说自己是来救你女儿的人。 这时,大壮的女儿果然回到家,她一言不发,在母亲和奶奶的住室下, 吃空了冰箱所有的东西,然后把目光投向了一旁的尖刀。 但这时丧彪又打来电话,催促大壮赶紧回家看住女儿, 并说如果见到白衣女人,千万不要相信女人的诱惑。 但是女人也让她不要相信吴施。 大壮犹豫不决,心里牵挂着女儿,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最后大壮还是忍不住转身想回家,女人见状突然抓住了她的手。 大壮惊恐地发现,女人的手没有温度, 她突然注意到女儿的发夹出现在女人身后。 大壮认定女人就是魔鬼,二话没说就跑回家了。 就在她走进家门的那一刻,挂在门口的金鱼槽开始慢慢枯萎。 大壮打开门后,看到面前的场景让她崩溃。 她的妻子和母亲已经倒在雪坡中, 而她的女儿则拿着菜刀站在她后面, 看着面前的女儿她瘫倒在地。 女人则在外面听着屋里传出来一声声的惨叫声。 另一方面,大壮同事的家也遭遇了灭顶之灾。 神父手下意识到,日本人可能没有死。 为了给叔叔报仇, 他拿着镰刀来到日本人从悬崖上摔下来的地方, 发现了一座亮着灯光的山洞。 他走进去,那个日本人就藏在山洞中。 他没有死,伤势也恢复了。 他问日本人到底是人还是鬼, 日本人却嘲笑起来, 然后慢慢拿起相机开始给他拍照。 这时他才知道,日本人真的是恶魔, 可这一切已经太晚了, 日本慢慢露出了魔鬼的样貌, 让他又来无回。 清晨,丧彪回到大壮家, 拿出同款相机,给大壮一家的尸体拍照, 然后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 这是一个木箱掉了下来, 里面装满了受害者的照片。 很明显,丧彪和日本人是一伙的。 原来,白衣女子是村子的守护神, 她会在日本人杀人前设下的陷阱, 就是门口中的金鱼草。 日本人等受伤者死后, 都会来到现场给死者拍照, 从而掉进了她的陷阱, 女人就可以操控了。 可是每一次陷阱都被村民破坏掉, 导致功亏已捆。 而丧彪和日本人是一伙的, 日本人是远程孔尸, 而丧彪则是现场炼尸。 她想把大壮女儿的灵魂杀掉, 让弱魔进了她的身体, 从而控她把一家人全杀光。 如果你仔细看, 你会发现丧彪定木桩的位置, 恰好是女孩真正疼痛的位置。 幸运的是, 大壮及时摧毁了做法现场, 丧彪没有成功。 一旦做法成功, 就会变成深井抛尸案一样, 这里明显是被做过法事, 而且被操控的尸体不会运动尸体, 是丧彪等人把尸体丢进深井的。 而上次日本人不是和丧彪斗法, 而是日本人在练尸, 他在车上发现了一具尸体, 他要把尸体练成丧尸, 出现在他家附近的丧尸就是他练, 在练尸过程中是白衣女人在干扰他, 受重创后女人还走过来看他是否死亡。 丧彪在逃亡的路上被非有挡住, 这是日本人给出的信号, 丧彪知道老板没事, 于是他又回来帮助日本人了。 基于白衣女人为什么不杀丧彪? 如果把丧彪杀了, 他辛辛苦苦坐下的陷阱, 就杀不了日本boss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到结束, 但兴趣的朋友建议去看一下原片, 我是东叔, 感谢收看。